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惊悚漫画石灰虫 上集中我们讲到了 小朴偷偷从实验室里 偷出来一只石灰虫送给了红红 这只石灰虫专门吃灰尘和碎屑 所以它可以进化污里的空气 因此红红的哮喘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可后来红红将吃不完的肉喂给石灰虫后 石灰虫的行为就变得十分古怪了 经常跳到红红的床上 用它密密麻麻的触须舔红红的鼻子 红红被惊醒后又害怕又恶心 于是就将石灰虫灌在了玻璃瓶里 并将这个情况告诉给了小朴 经过几个通宵的研究 小朴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 如果给石灰虫过度提供不必要的养分的话 石灰虫不仅体积会变大 而且它的嗜好也会发生改变 尤其是那些吃了肉的家伙们 它们的攻击性和食欲会增加至平时的几十倍以上 小朴调查清楚后急忙拨通了红红的电话 让红红立刻处理掉石灰虫 红红有些懵有这么严重吗 小朴说绝对要重视 这是他朋友告诉给他的 因为你的石灰虫已经吃过肉了 所以他对肉非常敏感 说不定下次他就不是舔你的鼻子 而是攻击你把你当他的食物了 红红听得非常崩溃 这么危险的虫子 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 结果小朴吞吞吐吐的说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是我朋友刚告诉给我的 真的很对不起 虫子你赶快处理掉吧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处理 那就交给我吧 而红红正在气头上 他直接挂了电话 红红赶回家后 他惊讶的发现 虫子居然从品子里逃了出去 难道他跑出去觅食去了 于是红红丢了一块牛排在地上 引诱虫子出来 果然这招很管用 那只虫子闻到食物的味道 就从垃圾桶后面爬了出来 原来藏在了垃圾桶后面 看来他是真的饿了 一块新鲜的牛排 虫子很激动 用他的小触须不停地探索着 红红见状 抓起玻璃瓶 重新将虫子给抓了进去 这么危险的虫子 早知道的话 就在他第一次攻击自己的时候 就将它处理掉的 然而下一秒 红红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而且呼吸也变得急速起来 完了 哮喘发作了 红红痛苦地将瓶子扔在了地上 准备去找吸入器 可就在这时 那只虫子朝着红红抬起了头 并伸展出他那密密麻麻的触须 随着触须在空气中不停地摇摆 红红的呼吸渐渐地平稳地下来 红红非常震惊 难道说虫子长大了 它的效果也就变得越强大吗 这一刻红红动摇了 画面一转 三周过去了 红红到医院复查 结果医生感到很意外 因为红红康复得非常快 是怎么做到的 是不是搬到了空气质量好的城市 红红只是淡定地笑了笑 原来红红将那只虫子养了起来 而且每天给它吃很多肉 因为虫子长得越大 红红的哮喘就好得越快 为此 红红每天都在想着 去哪里可以搞到便宜的肉 毕竟那虫子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就在这时 红红发现了一只被主人抛弃的小狗 于是红红就抱了回去 回到家 红红打开了一个铁笼 并将小狗放了进去 别怕哦 进去和你的小伙伴一起玩耍吧 此时小狗不停地颤抖 似乎很害怕 因为铁笼的另一边 正趴着一只巨大的石灰虫 然后红红坏笑着说 小灰灰 你快吃吧 你长得越大 我的病就好得越快 随着虫子一天天长大 红红的哮喘就没有再发作了 于是红红就把她的吸入器给扔了 这一刻红红非常开心 从今天开始自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跑步和登山了 如果没有石灰虫 这些都是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这时红红突然闻到了一股复难的臭味 貌似是从那个杂物间里传来的 咦 奇怪了 给石灰虫投喂之后打扫过房间啊 为什么还有这种味道呢 红红推开房门后 惊讶地发现石灰虫居然变成了一个残涌 天呐 虫子居然进化了 这边小朴一直在联系红红 他想知道红红有没有将虫子处理掉 但红红没有回消息 就在小朴准备给红红打电话的时候 红红突然发来消息 让小朴晚上去他家一趟 晚上小朴就提着一瓶红酒就过来了 因为小朴对红红是有好感的 所以他想尝试一下拉近和红红的距离 然而一进门 小朴就闻到了一股腐难的味道 接着小朴整个人都傻了 你说这是石灰虫 都这么大了 而且都变成残涌了 小朴非常震惊 你都干什么呢 不是让你处理掉吗 还有你喂他吃了什么 他怎么能长这么大 红红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而是反问小朴 你到底帮还是不帮 如果你不想处理的话 就赶紧回去吧 此时小朴真是进退两难 因为石灰虫的事情传出去的话 自己的工作就不保了 甚至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毕竟石灰虫是实验室的研究机密 事已至此 小朴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现在石灰虫截了一个蛹 要想杀死他 就必须将蛹给捅破了 可是这蛹十分结实 水果刀根本就戳不进去 见小朴没有任何进展 红红就有些不赖烦了 你可以请教你的朋友啊 你朋友应该会处你的吧 此时的小朴一声不吭 因为这个朋友是他无中生有的 过了一会儿 残勇开始蠕动起来 当外科被撑开后 小朴看见了一层柔软的膜 于是小朴让红红拿了一桶杀虫剂 趁着残勇蠕动的时候 小朴找准时机戳穿了这层膜 并将杀虫剂全部倒了进去 结果残勇开始疯狂的抖动 最后砰的一声 残勇爆炸了 红红躲在衣柜后面 他安然无恙 而小朴就遭殃了 他被残勇爆炸后的碎片给刺伤了 小朴虚弱的躺在地上 让红红帮忙他 下一秒 一只巨大的异形蛾子 腾空而起 直接将红红给叼走了 看着阳台破碎的窗户 小朴整个人弄住了 画面一转 几个月过去了 小朴康复住院了 不过他的工作也没有了 冲了一个无业游民 然后小朴时不时会看看天空 看看那个石灰虫 有没有飞回来 不过这段时间都没有听到 有关大型昆虫伤人的新闻 小朴只能在心里默默的祈祷了 祈祷石灰虫飞去了别的地方 直到一天晚上 一群巨大的鹅子 趴在了小朴的房子外面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关于最后的结局 小伙伴应该都看明白了吧 那一群鹅子幼崽 应该就是石灰虫和红红生的吧 电影鱼呢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